记者方志弦高雄报道,虎航麻疹群具疫情延烧到高雄机关署公布两名虎航空服员感染麻疹,其中一名男空服员服务班机乘客经追踪,有85人涉及高雄,其中两名女乘客出现发烧等一次感染麻疹症状。 高雄市卫生局已安排在医院隔离治疗,其余83人已接获通知,明天起到医院注射麻疹疫苗,以降低传播风险。 疾管署日前公布今年国内首例境外移入麻疹,一名北部30多岁男性上个月到泰国旅游感染,后来搭乘台湾虎航班机赴日本冲绳出诊就医确诊,卫生单位追查。 他传染给同室外搭机飞日班机也有两名空服员遭感染,两名空服员一男一女并同时服勤同航班,事后追踪南空服员4月2日曾自澳门搭机到高雄国际机场入境。 当时他服务的乘客中有85人涉及高雄,高雄市卫生局疾管处今天4日说。 前天接获疾管署通知,立即追踪这85名乘客发现其中一名31岁女性及一名26岁女性出现已感染麻疹症状,目前安排到高雄某医院隔离治疗。 疾管处说。 另83名乘客已完成相关伪交并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到医院接种麻疹疫苗,但正好遇到清明节连假,不少人外出扫墓或旅游。 卫生局呼吁接获通知民众应尽可能配合至指定医院免挂号费接种疫苗以提升个人防护力。 也可保护家人朋友免于感染威胁。